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款 港美十足的豉油鸡腿做法 很简单的 你们是否都有兴趣呢 大鸡腿处理一下它 拖一拖水处理肥油 用厨房纸吸干水份 水一吸半 鸡腿 老抽 四汤匙 生抽 四汤匙 姜两片 八角四粒 香叶 黄糖 鸡腿 冰糖 由我们盖开火 水不需要煮滚的 只要那些材料出出味 我们下半茶匙 下半茶匙 搅拌一搅 下鸡腿 下鸡腿 让它上色 多淋几次 或者重复重复翻 小火煮10分钟 下鸡腿 煮的过程 大约10分钟左右 10分钟之后 我们就可以 盖盖 熄火 浸它 浸它15分钟 下鸡腿 时间到 然后我们就要翻一翻面 再盖盖 再浸它15分钟 下鸡腿 好 时间到了 完成 美不美啊 记得 老汁不要倒 我是普通家庭主妇 斩件是不擅长的 那就分享一些 做菜的小经验吧 这些都是同一个老汁做的 鸡筋 鸡爪 鸡翼 鸡蛋 很多东西都可以的 这些老汁不需要倒的 用完煮回滚它 摊冻它 放入冰箱 用的时候拿出来用 用得多肯定会味道淡了 就加点盐 生抽 味道就一样的了 我们是以浸鸡的形式来制作的 所以先会滑 选窝也很重要的 如果你是选用 不锁锅 好像我今天这样 是要 时间长一点 15分钟 然后再 15分钟 但相应 保温功能极好 的铁锅 就会 相应的时间需要短一点 10分钟 然后10分钟 就熟了